成都有一个地方被称为三魂最后的拼图 组成最后的宝藏 城华最强的后继 它就是龙潭4 今年无数遗留的资源正向龙潭4倾斜 城华区一口气规划了七大TOD项目 其中有五个全部局在龙潭4 而且龙潭4TOD还是全成都规模最大的TOD 以及首个双站点TOD 今年城华区三条再建地铁 7号线 9号线 18号线等二期项目 全集中在龙潭4湖地 计划2024年全部建成 最引发舆论关注的 是城华区一计划将政务与经济职能部门 整体搬迁至龙潭4 其中根据城华区官方回复 位于潘岗城的城华区政府新办公大楼 正处于全力施工阶段 政府先搬迁再带动区域崛起 龙潭4正在复制成都南门发展的操作模式 另外我们根据公开资料统计 龙潭4聚集的中国500强企业数量 上市公司数量 已经悄悄位于城华区第一 而且在产业上 龙潭4专攻高利润高付加值的数字经济 智能经济共享经济 是成都首个以新经济命名的产业园 今年投资上亿元的项目已超过116个 这还没完 区域第一主干道 龙岗路将提档升级为双向六车道 与城华大道同档同配 龙岗钢材市场将于今年年底彻底搬迁赶造 为1250亩城市更新项目腾龙换养 地产开发上继保利万科等大牌房企之后 成都旗舰国企星辰人居 也将旗下林雨系项目人居易林雨落子于龙潭4河西门户位置 成为龙潭4地产发展史 从刚需走向高端的转折 史上最强龙潭4的到来 看上去出乎意料 但始终在情意之中 成都今年刚开年 就明确要做优做强中心城区 恰好龙潭4就是主城范围内 可开发土地规模最大的地方 未来潜力与发展后进 判成主城之最 所以它的爆发乃是城市生长的规律 一室进城的必然